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人说 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 真正的他 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 还有人说 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 是猴子 但我要讲的故事 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 得从一只金蝉说起 这是一个酒坛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存酒 人家 别馋了 误了事 小心咱们两个 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 大哥 上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 别以神异鬼的 我大哥在这儿把手 哪个不识想的回来找死他 你新狼崽子看见 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 不好了 有个毛领和尚放进来 什么意思 来者何人 赶来此处饶我清修 又是只猴子 施主不如放下棍棒 也同我学点佛法 独合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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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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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什么 你 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 天命人 走 快快快 跟上 小猴子 你惊动了这儿的妖精 再往前走 可要万万小心 小猴子 来这边 这儿这儿 看这儿 你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 在此候你多时了 杀了 成小 再往前走 就是观音禅院 那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 这可惜那场大火哟 后来啊 这禅院又被重建了 可人心若是烧没了 修好一座破面 又有什么用呢 小老二先走一步 等你过了前面的战断 咱们自会再见 小老二先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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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 别出声 小心惊动了那条大狗 后院内似是黑风怪的道友 自称林须子 以你现在的道行 恐怖 糟了 小猴子快逃 还来得及 你若进了这道门 便回不了头了 我去哪里 灯火 等一等下 等一等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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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